雷槓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實況一款很老的遊戲 是出在超級任天堂上的悠遊白書一代 剛好最近他們有個展 就是辦在台北 廣告打很大 身為資深的悠遊迷 我第一天就跑去看那個展 等一下我再來講一下這個展的心得 先說好這不是業配了 你們聽我講完我的心得就可以知道我絕對沒有收錢了 在這遊戲開始之前 我覺得我要先教大家看懂這個遊戲怎麼玩 畢竟這個遊戲的玩法實在是太特別了 就算是當時 遊戲發售的當時 也有很多人看不懂這個遊戲是怎麼玩的 所以我如果都不說明就開始遊玩的話 第一次接觸的人 一定不知道這個遊戲在幹嘛 所以呢 已經知道遊戲玩法的人就可以直接跳過說明這個部分了 那你可以直接跳到這個時間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這裡 就可以不用看我說明了 那如果比起我玩遊戲更想聽我講那個 看那個展的感想的話 就直接跳到這個時間喔 雷幹 雷幹 你們看是1993年的遊戲 現在2020年了 1993年的遊戲 27年前 那這款遊戲可以說是一款格鬥遊戲 可是它又跟格鬥遊戲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我先來教大家怎麼看這個畫面 上面有一條黃色的 那個是角色的血條 那受到攻擊就會扣血 扣到美的那一方就輸了 這個部分跟一般的格鬥遊戲一樣 不過它不同於格鬥遊戲的是 這款你不用輸入複雜的招式指令 你就只要按上 下 前 後 然後再加 ABXY四個按鈕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讓角色做出 我們想要它做的動作 那超任的按鍵配置是跟Switch差不多的 就是ABXY這個部分 那壓住不同方向時 角色會採取的行動也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按前的時候 對我是說前喔 不是左或是右 因為你玩2P的話它就是相反的方向 我說的前就是角色的臉朝著的方向 那按著前的時候就可以讓角色使出肉搏戰 出拳頭 通常這個是角色靈力耗盡的時候才會使用 那按著後的話我們可以讓角色防禦或閃避 那按著上的話則是可以使用技能 那以角色不同都會有三種特殊的技能 分別對應在ABY這三個鈕上面 那以優助為例的話 它按A的話是 燃燒鬥志它的拳頭攻擊力就會變強 拳頭攻擊力就是指這個 這個拳頭攻擊力就會變強 打到會扣比較多血 那它上Y的話呢 講完這句話它就集氣速度會變快 它所有的集氣速度都會變快 那上B的話呢 上B的話它就會提高自己的靈力 提高靈力之後呢 它的攻擊力必殺技就會變得比較強 那必殺技怎麼用呢 就是按著下 按著下會有四招必殺技 對應在ABY四個鈕上面 那以優助為例呢 它按A的話是靈光彈 那按B的話呢 那按B的話呢 就是帶有靈氣的拳頭 那按Y呢 就可以集出散彈靈丸喔 那不管是哪個角色啊 只要按下X的話 就是最強的 就是最強的一招 像優助的話就是靈丸 那我們在角色的下方 有一個技跟0 這個就代表著說 目前角色有多少技量跟靈氣喔 那我們按上的時候使用技能 它就會扣上面的那個技的量表 那按下使用必殺技的時候 就會扣靈氣的量表 那每一個技能跟必殺技 要消耗的點數都不一樣 所以在使用角色的時候 要記一下自己角色的技能 功用是什麼 以及那一招會耗損多少 技量跟靈力值喔 那我們每一回合呢 就是要跟對方猜 就是看對方要做什麼事 那我們就趕快選擇 我們應該做什麼行動 那它中間你現在看 有四顆好像鬼火的東西在那邊飄有沒有 那個是靈氣盤喔 表示說我們這一回合 如果猜到對手行動 並成功攻擊對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獲得這一回合 靈氣盤上的靈氣喔 例如我現在揍桑圓一拳 好的 那這四顆鬼火呢 就跑到我這邊來了 那獲得靈氣後啊 我們就可以點B 按B的話它就可以回復靈氣 點一次然後它就回一個 然後按X的話呢 它就會回在技量那邊 那靈氣盤的格子數呢 就只有六個 像我現在已經六個都滿了 然後我又沒有去補在技或者是靈上面的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我再打到對方喔 就那個 我也沒有辦法獲得那個靈氣 所以呢我們要趕快就是 抓準時間趕快補這個靈氣或者是技量 然後再趕快集氣跟對方再拆下一回合 這完全是拚手速了 好啦我的說明就先說到這邊了 我已經省略很多沒有講了 我怕再講下去我的遊戲實況 會變成像啾啾鞋在講那些老遊戲的單元喔 那Youtube上面 我猜應該也沒有人像我這樣 在教人家玩這款遊戲吧 說不定我是第一個 我會選擇實況這款遊戲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是個超級喜歡悠悠白書的人 但是我不是看了漫畫還是動畫才開始喜歡的 我第一次接觸到悠悠白書這部作品 就是小時候在表弟家看他們玩這款遊戲喔 然後我被藏馬的風華元武鎮給迷一個 然後就開始愛上這個作品了 所以這款遊戲算是我變成悠悠迷的一個起點 那剛好趁最近悠悠在辦那個特展 我想說就來蹭一下熱度玩一下喔 那這遊戲有故事模式 可是我覺得故事模式太長了 我不太想實況 會花很久的時間喔 那它還有一個對戰模式 這個時候對戰還要打密碼 才可以有辦法對戰 真的很奇怪的設定 那它的密碼是BABYBABY 就是BABYBABY 那對戰有這種單人對戰跟團體戰喔 那我今天來玩一下這種 武鬥大會的 五打五的團體戰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也只有這一代可以玩這個模式喔 那這邊可以選擇是要跟電腦玩 或者是跟 跟其他玩家玩 那這個模式呢 我方要先選五個人出來 那我當然最喜歡藏馬啦 然後再來是 朱雀 因為朱雀只有一代可以選 然後 我來選個洞屎 壓 然後死死諾丸好了 那再來呢 我還要幫敵方選 敵人也要幫他們選啊 再來呢 我要選對方的角色 因為這一代沒有亂術 所以 我幫對方選強一點的好了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要決定了我們的 五個角色的順序喔 那我把壓放前鋒好了 然後洞屎放第二個 再來呢 我把藏馬放中間好了 然後再來放朱雀跟司司諾丸 司司諾丸放大將的位置喔 連對手的順序都要幫他們選好 隨便亂按好了 啊 先鋒 先鋒就要對到戶屎屢地 好 那我的角色是壓喔 我就用追擊爆彈一直去揍他好了 對方使用的子彈 互發招式是喔 欸!我打到他了 喔我只有擦傷 這樣我就能獲得到很多靈氣量 那他現在想要選擇防禮 我不讓他防禮喔 我選擇 我來使用這個 沒有辦法防禦了 地下爆彈 趕快補零器 他又要用子彈了 我來丟個手榴彈 一帶的手榴彈作用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喔 沒打到 他又要防禦了 他又要防禦了 那我要再放一次地下爆彈 這樣我應該可以成功拿到接下來的那六顆靈氣 喔 他要用技能了 不給他用 馬上用追擊爆彈 追擊爆彈講得好可愛 他又要再使用了 想用暴弱鋼體嗎 我不給你任何機會 耶~~ 我覺得其實一帶的呼籲旅 滿弱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 好 動使 對方是… 那個字念咒嗎 看我的咒兵劍 九腰彈 喔 他一開始就放大招耶 拜託拜託 閃過閃過 還好只是插傷 啊 被他閃過了 來繼續砍他 糟糕 等一下我們兩個人都沒靈氣 他想幹嘛 還要用拳頭 我要用這個 咒兵凍結症 我只要用這招的話 他就會不斷的扣血 然後我會回血 九腰拳 我比較快 所以我可以先動 啊 又沒中 拜託閃過去 閃過去 咦 太好了 這樣我還是佔優勢喔 他要喝酒了 這一招應該可以封住他 讓他不能使用技能 是我還滿喜歡的一招 糟糕糟糟糕 我沒靈氣啊 我來防禦好了 擋下來啊 還好 有沒有玩起來很刺激對不對 還是只有我這樣覺得 我現在是跟那個CPU玩啊 就是跟電腦玩 如果是玩家跟玩家之間 玩這款遊戲的話 其實是滿心機的 因為都要去猜一下對方要放什麼招式 然後你看現在他那個 林立盤上面寫一個0 那是道具喔 就是拿到之後會大量的恢復林立這樣 我沒有打到 完蛋了 拜託 我也想過 他有插到我 所以被他拿走了 可惡 沒有靈氣我只能用拳頭揍他 啊 天啊 我這樣輸好慘喔 靈氣量上面來說 哇 天啊 像這樣 哇 補太多了啦 糟糕了 他又要用大招了 我只能擋了 拜託 擋下啦 啊 沒有擋到 好痛 啊 這樣也被插到 這樣也被插到 拿劍砍他 死捏 有中有中 有這場就打得比較精彩一點 不像剛才護一驢 護一驢剛才 簡直被我壓著打 啊 閃開啊閃開啊 喔 還好 砍死你 啊 天啊 我又沒靈氣了 完蛋了 我又只能擋了 所以怎麼去搶 中間那些靈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哇 他又要用那招了嗎 不是不是 這不一樣的招式 碎幻妖婦 這是不是會讓我氣急很慢 啊 換我的技被封起來了 趕快揍他 我要拿那五顆 不是吧 我現在好弱勢喔 完蛋了 啊 我又要輸了啦 可惡 糟糕 我慢了 好 拜託 啊 糟糕了 因為他是氣功 所以他可以先動 也是近戰的 啊 輸掉了 啊 沒想到 好在是我的藏馬 居然對上鱗木 藏馬的用法是比較特別喔 藏馬只要不提高鱗力 他的攻擊力超級低了 但他只要一提高鱗力 他的那個薔薇鞭鞭到人真的是爆痛 看這一邊鞭不鞭得到 啊 中了 你看他扣多少血 哈哈哈哈哈哈 藏馬的薔薇鞭真的是 強的莫名其妙 好可惡喔 再鞭一次喔 血量只要鞭三下應該就打得贏了 居然使用拳頭 再鞭一次 鞭目他完全沒有用招式耶 沒有讓你們看他華麗的樣子 他就輸了 豬鞭 豬鞭也是帥帥的反派喔 我的暗黑雷訓拳 再來一發 嗚 他做了一個 黏土假人 可惡 浪費我的靈氣 哎呀 這樣居然都沒中 欸不行 我不能再打他 不然我會沒靈氣 他怎麼開用大招欸 啊 可惡 可惡 欸 那一隻鳥在他身邊呢 就會妨礙他喔 讓他無法發動那個技能 欸不是吧 你又做一個 煩死了 很快 補一下靈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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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是被揍了 氣死人了 他沒靈氣了 我只要用這個 降低他的攻擊力 要地震了嗎 不要再地震了 還好想過了 痾 電了 糟糕 玩太慢了 因為我靈氣不夠 所以我只能用暗黑雷訓拳 因為他是消耗量最低的一招 他怎麼一直用地震啊 煩死了 耶 還好有中 嘿嘿 看我的暗黑妖龍陣 這個時候呢 看我的七玉暗黑雷光波 射死你 可是我也沒靈氣了 糟糕 哎呀 太好了 他要死了 趕快補他一拳 他就死了吧 贏了 這樣我就拿到三勝了 所以是我贏啊 就這樣 哈哈 他沒有什麼得獎畫面 那直接在故事模式中 輸入B.A.B.Y.B.A.B.Y.這個密碼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破關畫面了 那 先不管這個破關畫面 我先來講一下這次的悠遊展 我就從入口開始講起好了 因為現在呢 還是在那個防疫的期間嘛 所以呢他在入口啊 會要求我們 就是戴口罩啊 量體溫啊 然後還要掃一個QR Code 做一個實名登錄 那這個實名登錄是為了之後 如果發現有人確診 那政府就可以知道說那天 有誰也在這個展場 這就可以通知你方便追蹤的一個制度 但因為要做這些事情 我在想說如果看展的人多的話 應該入口會擠一大堆人 那我是在開幕的第一天 正中午12點去的 那平日的關係人還蠻少的 那進去前呢 工作人員會要我們抽一張卡片 那總共有幽柱 桑人 飛營藏馬 還有護魚鋁喔 五款 那這個卡背面呢 有一個蓋印章的地方 你們可以在那個展場裡面 找到那個角色的展區裡面 去找印章來蓋喔 那我拿到的是護魚鋁喔 那剛入手的時候我還蠻失望的 不過之後有一件事情 我就對這張卡片就改觀了 等一下再講 那前面的動線呢 我覺得規劃的還不錯啦 就是 從靈界的手稿啊 然後再帶到亂童 四聖獸那裡 然後他們還做了一個還蠻大的場景喔 就是主角四人 首次合體要去打那個 迷宮城的那個場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迷宮城過去下一個展區 就突然跳到鮮水篇了 我在想他們應該是裡面有放一個 很大型的護魚鋁的那個裝置啊 如果照原劇情的那個動線的話 那個大致的護魚鋁可能會沒有地方擺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樣的調整 但就是會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那從那一邊開始呢 就是後面的展區就好像比較沒有照那個劇情在擺設 就是沒有照劇情的那個時間線在擺設 那四個主角呢 都各自有一個專屬的展區啦 那遊住那邊有好幾台小電視 就是在播放動畫裡面 遊住各種即發靈丸的那個畫面 那飛影那邊呢 有一個還蠻大的黑龍波 就是做給人家拍照的 那他旁邊也有小電視 就是在播放他的各種中二的畫面 那桑園的是我覺得最有趣的 他有放一個次元刀 跟做了一個結界的一個場景 可以讓大家就是拿著次元刀拍照啊 那葬馬的就…就…就… 就很像那種網美打卡的景點喔 所以這四個角色裡面 我就只能給桑園那一區一個讚喔 那再來是護雨旅區 算是這次展的最大賣點 因為它有一個超大隻的護雨旅 擺在那裡 那如果每一區都有像這樣的一個裝置的話 我覺得這個展一定會很棒 但是可惜沒有了 那再來就是有一區可以體驗玩兩款 就是絕版的幽幽遊戲喔 那一款也是出在超任上的魔界最強篇 那另一款是出在SEGA主機上 就是大受好評的那個什麼魔牆統一戰 那沒有玩過的人看展的時候可以去試玩一下喔 那再來就是慣例的…就是每個展都會有的周邊商品區啦 那我剛開始… 我剛開始有說我在入口抽到那個護雨旅的卡片嘛 那我本來是有點失望 可是我在商品區的門口就看到一張告示牌喔 像這樣的 那我就突然覺得喔 我好像很幸運 馬上改觀喔 那我原本以為像我這種阿 就是看到悠遊的周邊就會亂買的人喔 我大概國小的時候就是會亂買一大堆悠遊的周邊商品 那我原本預計阿 我來到這邊應該會花個五千塊左右 可能也不奇怪喔 但是我用護雨旅的卡片折扣後阿 我花的金額整個就是不到兩千塊 因為可以買的東西真的太少了 那我認真覺得在出周邊這一塊阿 悠遊要跟那個黃阿瑪 黃阿瑪的展多學習一下喔 我不是不願意買悠遊的周邊 是真的找不太多東西可以買 不過還好要離開的時候阿 我在他們的出口轉蛋機阿 然後就一抽就抽到我想要的那個藏馬的別針喔 那護雨旅的閃卡跟這個一抽中的好運阿 就有讓我比較開心的一點 那整個展看下來我覺得阿 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對附堅的手稿 以及角色的設定稿很有興趣阿 裡面他放了很多很多大量的那個 附堅的手稿 那我會非常推薦你們去看 那除了手稿以外 我覺得其實其他內容真的是比較薄弱一點喔 那如果你想要進去展場裡面可能就是拍照打卡之類的 大概就我說的次元刀跟那個護雨旅的區域 還有藏馬那邊應該也算吧 就是網美打卡區嗎 那你可能是想要找那種 以前情懷的 那你可能在周邊商品區可以找到 有在賣那種感覺像是 25年前會在書局買得到的那種L夾跟小海報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誇獎阿 那我覺得什麼東西都差了一點點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那雖然是這麼講 不過我應該會在這個展結束前再進去一次喔 那我在年初的時候我就訂做一套正的Course服喔 那我很想穿著那一套就是站在那個正的立牌旁邊 跟他一起合照 不過我現在身體狀況不太好 那為什麼不好這個要講又要說很多 我還是先不要提好了 總之我現在狀況就是不太有辦法出角色 那希望在這個展結束之前我能趕快康復就可以完成這個心願喔 希望啦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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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